为了我不让我这个手机马上关机 我就拿我的手按着 这样的话争取能维持点电量 还是北京 北京下雪非常安静的晚上 我可以说下面一个事 就是你们发现没有 就这两年 在疫情期间 大家有些时候情绪都比较躁动 不管是伤人事件 突发事件 可能因一点小事 可能就杀人 伤人 或者造出一些不可逆转的事件 这种事会越来越多 我在2019年我就说过这个问题 很遗憾确实另验了 那么我也是个暴脾气 我也跟大家要分享一下 今天其实这个视频挺重要的 如果一旦断了 我就马上回家拿另外一个手机播 就是怎么让大家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候 首先我认为 在今年的夏天 这个疫情基本就会引号结束 请大家不要误会 也不要胡乱的猜测 如果你揣测与我无关 引号的结束 相对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检查 那么多东西了 因为再有的话 这经济就完蛋了 我说这话 在五六月份 咱们说完了 大家当时看就行 那么我刚看见了 在陕西又是拿刀捅人事件发生 其实就是很多人在家里憋得太久了 有的失去了工作 有的抑郁了 当然了南方的都有跳楼的 大家怎么更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呢 比如我来说 我干嘛 同学们 我就是打拳 我是一国际教练嘛 我再有愤怒的话 我会通过打拳打靶 或者跟大家交流的时候发泄出来 我们带好了护具 挥汗如土 这么去练 不管是春夏秋冬 练的大吼呼气 一点劲都没有了 就OK了 我身边很多的私教会员们 他们在各个领域 其实都是翘楚 像金融 像环保 像教育 像英语 像很多领域 都是翘楚 我不能说人名 抱歉 他们都是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 就可以上我这来打拳 来宣泄 打完了之后 躺在地上大口喘气 大汗淋淋 几个早回家痛快睡觉 可能能发泄的更好一些 这是一项 所以大家当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大家真的可以去锻炼 通过锻炼身体 比如雪天 你也跑步 来缓解自己的情绪 都是特别好的 这是实话 另外就是 有些时候大家一定要避免冲突 在这个非常的社会当中 有某些部门或某些相关的人 他会采取一些钓鱼执法 或者一些挑逗的语言来惹你生气 会造成一个不必要的损失 比如说某些保安啊 某些街道的人士啊 他会可能种种原因不让你出小区或检查你 当你有一点不配合的时候 他会就是会挑衅 你怎么回事 你影响啊 你干嘛呢 你如果你眼神很愤恨的话 或者说话不客气的话 他就说你说话客气点啊 你可不能骂我 这个时候你就会说 我没骂你啊 你干嘛呀 你确定你没骂我吗 我就不知道你怎么着 他就拿语言挑逗你 就挑逗你去骂他 之后你来一句 好烦就烦就烦就他们骂你了 怎么能这样呢 这个时候你就麻烦了 你敢骂我 你涉嫌防疫了 防疫什么的 很多疫啊 这类的借口 他马上打电话 可以报警 相关部门的抓你 为什么 你侮辱了工作人员 这个时候在疫情特别的时候 你犯出这种事来 我告诉大家 其实你理比较亏 但是你错了吗 其实你没什么做 都是他妈的被击的 这帮钓鱼的人太坏 这是第一 第二 比如说我见过的 在某小区某个制服人 咱们况且说保安吧 因为什么问题 不让你进 我说我有了疫苗了 打了 我也有核酸了 为什么不让你进 你这个核酸证明你过期了 你必须有这证明 那证明 我说我打完疫苗了 什么都有 这个核酸证明 现在还没出过期 干嘛不让我进 那个人越说越激动 他会靠近你 靠近你的时候 有些时候 他那说话就这样 戴着口罩就很挑衅 这个时候 你可能下意志的 你离我这么近干嘛呀 你推他一下 推他一下 麻烦了兄弟 你推他一下 他可能就此躺在地下 为什么呀 你推他了 这都有证据 所以这个时候 我不推荐大家懂 这是第一 第二 有人就贴着鼻子 你干嘛呀 我就这么说你了 怎么了 你要打我呀 你是要打我吗 你怎么着 你要打我吗 大家这种场景 熟悉不熟悉 我告诉大家 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忍住 不管他有多大的我 你有多大的我 你要忍住 因为你只要一动手 不管是轻之重 你都涉嫌违法 轻者治安居留 重者刑事居留 因为这种挑衅的人 他一定会有视频证据 我告诉大家 所以大家一定要自保 我不开任何玩笑 东哥教的你们 真的是实话吃的东西 那么这就要遇到这种情况 我告诉大家 你们要大胆的拿起手机来录像 首先你要告诉他 我录像是录这件事 我录像我要维护我的权利 我不会给你到处的断章取义 给你胡说八道 我胡说八道 我会负法律责任 请你不要干涉我 对你录视频 我要保留采取 我要保留证据 这是我拿入证据 大家如果这么说的话 警方那边是认可的 这是第一 第二 如果他要抢夺你的手机的话 你要警告他 这是我的私人物品 如果你要抢夺 你涉嫌的是违规抢夺 这是违法行为 你这样受到法律的制裁 那么即使他抢夺了 我告诉大家 你们第一时间 请求旁边人给你报警 为什么 他的抢夺已经证据存在 他至少是治安居留 技术不是抢劫 是抢夺 这也是一个处犯了 一个法律 这是实话 为什么 东哥受过 我知道怎么回事 另外 如果对方靠近来 你也不要推他 为什么 如果一旦推 这就是身体接触 身体接触会造成结果 什么 他就摔倒 他摔倒了 同时他有视频做证的话 那么你有理说不清 你可能还要涉及到一些赔偿道歉的情况 他随便的说腰疼 在医院躺了两三天 你也受不了 所以当他靠近你的时候 怎么办 你有两种结果 第一种结果 你后撤 同时拿出手机来记录 告诉他 你不要再往前了 你要往前的话 你是我视你为挑衅行为 我要留多证据 这是第一 第二 如果他还要靠近的话 请你不要后退 你顶上去 但你不要主动的去撞他 你可以跟他身体贴身体 同时你要拿起手机来 还是那句话 来录像 记住了 这是证据 我再说一遍 再善良的人 很多人就是抓住你善良的一点 来弄你 所以你一定要留好证据 这是太关键的一件事 另外在大街上 在各个位置 我希望大家也是压住怒火 虽然说在疫情期间 大家有很多工作失去了 不挣钱了 完了之后压抑了 得抑郁症了 这个时候确实会做出很不好的事情 冲突的事情 我希望大家找一件自己曾经想做 但是因为工作学习 没有时间做的事 来重新拿起来 怎么说呢 来分解你的愤怒 来化解你的愤怒 或者来 来怎么说 来消遣你剩余的时间 比如说原来我喜欢下棋 我好久没下了 我就研究一下在家待着吧 来你就有点事 必须有点事 如果说冬哥 我实在没什么做说 我就他妈生气 冬哥我就他妈生气 憋死我了 出去我就想骂人 就想吵架 我憋了24天21天了 完了出去遇到那帮人不公 那帮人还看不起我 还他妈的查我这查我那我就不公 兄弟们我告诉你 要不然的话 你就找一个空地 大声的唱歌 大声的痛骂 一定要找空地 要不然你就是跑步 你会打拳的去拳玩打拳 要不然你就去跑步 就去跑步 发泄一下 就像这样 我又看到了西安 一个男士 殴打他的媳妇 当的女的 那真是太没有人性了 但是咱们 我再说一遍 首先这肯定不对的 但是咱们在骂这个男士的同时 咱们也要冷静地分析一下 这个男士 为什么丧心病狂地 打他的结发妻子 而且在他孩子在身边 这个男士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是一个某企业的一个管理人员 如果他真的是神经病 是暴徒的话 他能到这个岗位上吗 能到这个这么高的领导的层次吗 不是 他一定也是憋的 也是愤怒 不知道怎么发泄了 你们明白吗 会出现这种事 那么这种事我说过了 有关部门 我也希望你们能 怎么说呢 能关注这个目前 中国人老百姓 大部分这个心理问题 说实话 这个疫情一过 其实咱们很多人都会得抑郁症 我不开玩笑 需要很多的犀利医生来辅导 东哥其实是 我很乐意能帮大家 我多做一些视频 给大家分享 让大家学会一些控制自己的情绪 东哥不是什么律师 不是什么教师 我是个搏击教练 我尽可能的在我的节目当中 帮大家来平稳的过度过 因为我说过 今年应该是一个疫情的截止年 那么今年的五六月份 对于中国的防疫来说 就应该是一个基本上结束了 当然东哥你就听谁说的牛逼吗 我猜的 如果猜对了 纯属巧合 如果拆错了 对不起我拆错了 好吗 我跟大家还是沟通 下雪了 东哥很冷静 我因为就因为这么冷静 难得北京好几年没下去 今年终于下雪了 2022年一定会出大事 当然了 已经出了不少了 我也不能瞎说 但我希望大家在出大事之前 你们要冷静 要冷静的去面对 另外一个呢 就是控制好情绪 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事 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事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 都是被逼的 但是一旦冲动了 后果将不堪设想 不堪设想 你可能会加倍的惩罚 因为在这个疫情特殊时期 某些他们不懂得如何去体谅 其实我特别呼吁某些部门要体谅老百姓 其实我特别不爱听什么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呀 不能说那个的 我下面我要呼吁的是最重要的一句话 大家可以记录下来 就是我呼吁能不能让老百姓有一个出气的地方 老百姓不是皮丘光吃不辣 既然人有吃就要有辣 有车进气就有排气筒 对吧 他得有一个地方排气 那老百姓这疫情这么多年 这么大的怨气 这么大的力气 他怎么去宣泄 我希望相关部门应该有更好的疏导 理解疏导 而不是强词多理 或者是大量的是打压控制 打压控制 哦 很危险的这样 你们懂我怎么这么说 所以我真的呼吁相关部门 你们能不能理解一些老百姓的呼声 你们应该是老百姓有一个出气口 公共措索 有一个出气口 光吃不辣会死人的 能有一个出气口 比如说司马南 他就住在措索旁边 你说他多好啊 他所说的 什么意思 这司马南很聪明 光吃有辣 有吃有辣 旁边就措索 多爽啊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也是有些时候自我要调节 不管是你从运动当中啊 场合当中啊 或者是打拳当中啊 你要宣泄出来 但是不要违法 不要违法 如果有些人涉嫌要对你执行违法的时候 坚决拿出你的照相机 坚决拿出你的手机来采取证据 不管他是什么部门的人 什么样的组织 不管 一定要记录下来 保留你的证据 维护你的权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 今天冬天我做了两个重要的 这个雪天我做了两个重要的视频 因为我太高兴了 北京很多年没有见雪了 原来也有雪 就是小BB的 应该有五六年了 终于见雪了 终于见雪了 我觉得冥冥之中 2022年会有大的改变 大家我希望大家锻炼好身体 一起去去面对 同时我希望大家 真的是在平安当中度过 而不是在局子里 是在看守所在那里 希望大家控制自己的情绪 像冬哥 你们放心 没有人会让冬哥去需去控制 去去做一些非法的事 最后被怎么样被怎么样 我现在非常冷静 我出事非常冷静 做什么样的事 我都要考虑清楚 我都要调查清楚之后 我再去做 绝不能违反 我也希望大家就是这样 西安那个男的打老婆的 一定会做法律的制裁 同时我再说一遍 像这样的人需要的是 一个是法律的制裁 还要需要什么 心理医生 要给他去沟通 要给他疏通 同时我再说一遍 希望全这个社会的老百姓们 有一个有关部门 能给老百姓一个出气的地方 比如说老百姓 你们开一个网络端口 这个网站什么 让老百姓诉求都上来 可以骂 可以嚷嚷什么的 你说比如说打一二三四五 有时候老百姓急了 打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接完之后马上就说 先生您别急 有些时候老百姓特别着急 就骂人 你骂人我就不管了 挂了 对吧 我还说句话 就是我希望相关部门 记住了 老百姓有出气口的话 这个社会会安全 会安定 我为你们好 让老百姓有个出气口 反而这个社会更安定 尤其是现在是网络社会 你有设计一个地方 让老百姓去骂一骂 吼一吼干嘛呀 不能说因为骂一个 你侮辱了公务人员 你侮辱这 直接又抓你 完之后法外什么网络 不是法外之地 那老百姓去哪发泄去 真的难道大街上去打架吗 大街上去创车 你们喜欢看到这种结果吗 老百姓你们就给我憋着 憋着会出人命的 我深知此道 兄弟们 我只是自己的呼吁 我知道我是一个小逼迷 没有任何的办法 但是我觉得我身为一个公民 我要做出我想能做的事 我肯定能为了我家人 为了我所有的事业 我要自保 我希望大家也是为了自己的未来 大家能保重自己 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自己 不多说了 其实有时候越说越激动的话 其实也不好 雪天做的视频一定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保留好 我的一片苦心 比明万岁 MAT赶快囤货 再过三四个月 涨价很多口味 全停 而且大幅度涨价 大家尽快扫码 MAT 鰻鱼 还有大堆虾 都便宜 还有大鲍鱼什么的 这种虾 这才是过节用的 这鰻鱼这么长 这才是过节用的 大家尽快扫码 猫山王顶级的榴莲 特色背包 各种款的眼镜 喝的 还有东哥品牌的衣服 请大家扫码 摇会越来越多